越南米紫 大家好我是Vivian 網路上都說越南米紫是減肥盛品 今天我就來做一下 越南米紫的血糖實驗 因為我沒有辦法單吃越南米紫 所以我會用越南米紫做成蛋餅 等一下我會先測空腹血糖再吃 之後測餐後一小時以及兩小時血糖 並算出血糖波動跟大家分享 我們開始吧 這是用越南米紫一張 加上一顆蛋煎出來的 越南米紫蛋餅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89 越南米紫蛋餅 我要開動囉 餐後一小時血糖84 餐後兩小時血糖87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讚訂閱分享給你的朋友 並且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我每次的分享喔 也請大家幫我按一下熱推 謝謝大家 先按讚熱推就要跑出來 一星期可以三次熱推喔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熱推的方式 先按住第一個留言 往左推 按下熱推 下面熱推880分按下去就可以囉 再次請大家幫我熱推 謝謝大家 做一下數據分析 吃越南米紫蛋餅 空腹血糖89 餐後一小時血糖84 84-89等於-5 所以血糖波動-5 餐後兩小時血糖87 我今天吃一片越南米餅加一個蛋 血糖波動-5 代表血糖波動沒有什麼變化 之前有測過早餐店的蔬菜蛋餅 加五糖豆漿 血糖波動-20 超商的茶葉蛋兩顆 血糖波動-1 這次測出來 越南米餅做的蛋餅 血糖波動-5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需要控糖和瘦身的生活中 又多了一樣食物可以吃喔 越南米紙又稱為越南春捲皮 買的時候要注意不要買到添加漂白劑的喔 一般來說 100克的越南米紙有350-400大卡 裡面有80克的碳水化合物 15克的碳水化合物算一份糖類 我買的這個牌子的越南米紙 兩片算一份糖類 熱量70大卡左右 提供大家做參考 另外每個人測出來的血糖數據都會不一樣 我的血糖數據已經供大家做參考 最後提醒大家 吃完東西的血糖波動不要超過30 比較不會刺激胰島強烈分泌胰島素 導致合成脂肪抑制脂肪分解 對於控制血糖和瘦身比較有利 總而言之 好好控制血糖與熱量攝取 才能好好成功瘦身 遠離糖尿病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